看到一颗蛋 咱们考虑的都是怎么样比较好吃 而非遗传承人周仲贞看到一颗蛋 想的是怎么把它变得更好看 最近他还把蛋和冬奥主题练习上了 单调融会了绘画和雕刻等艺术手法 被称为耗粒之间的指尖艺术 我的作品选用鸡蛋 鸭蛋 磨蛋等蛋铠 来进行雕刻 我的作品取材比较广泛 与这个民宿生活密切相关 群众喜闻乐见 由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相结合 体现出了很多中国元素 这单调看起来简单 但雕刻起来却非常难 需要全身关注和赤之以恒的精神 冰雪运动 蛋壳雕刻 都是在几百底色上的精彩绽放 这些精彩的绽放背后 是在不断地挑战自我的 艰苦的训练中获得的 民间技艺与运动经济 对于意志的磨练都是相同的 同样是一份耕耘 一份守护 都得靠弯强的意志 坚持再坚持 才能达到运动机能和雕刻技法的 游戏 威胁 奥运建议 马上就要登上冬奥赛场了 预祝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在日子的项目中取得好成绩